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星期二在例行简望中说,如同美国国务新克林顿所说的,2011年是提倡全球自由具有指标意义的一年。 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,在反中东地区的自由与民主运动开始获得注意,所以显然的,我们非常支持这些努力,美国也一直支持全球的新闻自由。 克林顿国务卿7号晚上在国家民主研究所年度民主颁奖晚宴上发表主题言说,克林顿国务卿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指出,美国的政策是提倡民主改革,而中东与北非的民主变革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。 美国白宫星期二表示,11月9号是世界自由日,1989年的11月9号,柏林围墙倒塌,德国人冲破区隔国家的障碍,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被阻挡的。 白宫还说,近来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民主运动显示,对自由的追求是耐久不衰的。 以上是美国真记者张荣香、真玉阳的采访报道。